机场捷运103年完工 马总统在昨天视察 他却嫌车速太慢 因此要求把35分钟的车程 可以缩短为20分钟 高铁局长一听 真是很为难 他强调实在是很困难的 因为全线35公里 有三分之一都是上坡或下坡 如果刻意要提高速度 那么可能导致安全堪率 白色车厢紫色条纹 这是机场捷运直达车 民国103年完工后 从台北车站到机场 大约35分钟 但马总统说 35分钟你没有办法 跟高速公路竞争 能不能降到25或者20分钟 这可让负责规划的 高速铁路工程局大伤脑筋 假使中间不停的话 可以把延定的 这个35分钟的行车时间 这个有效的 缩短在30分钟以内 局长一脸为难 因为看看路线图 台北车站到桃园机场 第一行下距离大约35公里 最高时速100公里 就算列车直线向前飙 也得花掉21分钟 更何况依照目前规划 台北车站和五谷工业区 开放行李上下车 各自停高两分钟 长庚医院停一分钟 算一算最快26分钟 前提是全线都没有上下坡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路段 都是在坡度上面 甚至在曲线上面 就拿桂河站这一段来说 坡度高达4.9% 最高时速得压在40到50公里之间 而机场捷运像这样的上下坡路段 就占了大约12公里 像我们需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评估分析以后 我们才能提出一个报告 就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也只能检讨再检讨 毕竟机场捷运够不够快 不单纯只是速度问题 也关系到年底的五都选票 中天新闻 余乐为半星宇 SN小组台北 此番报道